一个国家要发展,安全是排在第一位的需求,有安全之后才谈得上发展。 中国作为东亚的最大国家,连国世界最多,而且防御态势也极其复杂,虽然国土面积大,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比较利于防御,但是不利之处是太明显,经济的重心几乎集中在沿海,北上广深四大超级经济城市都是如此,而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极其不利的,需要特别建立先进防御体系。 东风26导弹是中国的守护神,射程远,精度高,威力大,部署在内陆从这个角度来说,中国的安全环境并不是那么理想,大部分的弹都在海边,特别低于敌人偷袭,这也是百年来,中国军事实上特别惨痛的一页,古代是边防第一,现在是海防空防第一,海防的主要防御对象就是航母编队, 为此,中国投入了巨资,发展了东风21D和东风26反航母导弹,这使得中国海防踏势大大改观。 东风21D和东风26导弹使得美国航母不再对中国具备威慑力,最近官方公开了东风2,6导弹的详细发射视频, 这使得军民可以直接体会到导弹的威猛和威慑力。 这就是东风26以外发射,可以看出,导弹很长导弹发射过程也比较有意思,这款导弹采用的是冷发射,而不是热发射。 发射时,先点燃导弹发射筒底部入推腰柱,将导弹脱离发射筒后,然后再点火爬升,加速飞走,最终命中目标,而弹型导弹常用的。 吃热发射,导弹直接点火,从发射筒中发射升空,俄罗斯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。 这是东风26导弹的发射模式,燃气发射,不过燃气比较黑,温度比较低导弹,被燃气喷射出筒之后立即点火,白色烟雾就是导弹发动机尾烟可以看到,白烟也该做了黑烟,导弹发动机非常强性给力这种发射有啥好处,直接学俄罗斯人,发动机在筒里直接点燃多好,为何要转折一圈才点火呢? 原因是,保护发射车,大家都知道,大型导弹发射后,火焰温度向千度伴随高一样,如此的高温,对发射车车体轮胎和设备,都有严重的不良影响,而开发如此耐高温的发射车,代价太大,所以,冷发射方式比较合适,就是多了一个燃气发生器,将导弹喷出去即可。 东风26导弹采用了发动机和战斗不分离的设计,速度更好,精度更好。 东风26导弹发射出去之后,发动机会和头部分离,最终尖车部分携带三角控制垛面,可以精确控制导弹飞行方向,准确命中敌尖中心部位。 就这么一个技术,中国科学家克服了很多苦难,中国比较早期型号,采用头部和弹器一起不分离,类似俄罗斯的飞猫腿导弹,但是容易被揭落,最终改成分离模式,少了个脱油瓶,头部速度快多了。 但是分离时候的扰动,使得弹头位置出现了不小的偏移,最终射击精度明显降低。 飞猫腿导弹,从此会仿制苏联的飞猫腿导弹到。 中国自制的东风26导弹,中国战术带到导弹走过了仿制,大自主研发,固体火箭发动机导弹,弹头弹体分离导弹,中进程精确制导弹,远程精确导弹的路子。 东风26导弹,在世界各国常规战术导弹中,速度最快射程最远威力最大,被认为航母射手和官党快递。 有了东风26之后,美国海军和我们说话果然和气多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栏目 优优 ычاغ目 优优 连 转发 打赏 栏目 优优 徐阳月亮 转发 打赏 这支的镜与小时 监制将来报导弹,违旗犬弹下统白颜色的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